他曾担任首席科学家 排上实际用场的就这一次 淡泊名利不为物欲所困 国家的需要是他永远的专业 如果今天我再选择一次 可能我还真愿意选择 从是我父母他们的支持 财经人物周刊 一起走进中国工程院院士 前副院长杜翔婉 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财经人物周刊 照片上的这位老人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 杜翔婉 杜翔婉这个名字可能您不太熟悉 那是因为他一生所从事的工作 都是我国国防领域最尖端的项目 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都处于高度保密状态 比如说清淡试验 强激光技术 大家知道 在我国的青海的金银滩 有一个著名的原子城 而在四川的绵阳的紫童县 还有一个比原子城的时间 更长的秘密基地 这就是一直笼罩着神秘面纱的 两旦城 杜翔婉院士几乎每年都会到这来 从事了五十多年的 国防尖端科学研究 在这儿有他太多的回忆 2018年7月的一天 冒着萌萌的细雨 记者跟随杜翔婉 来到了位于四川省 绵阳市紫童县的两旦城 上世纪五十年代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威胁 和核讹诈 保卫国家安全 维护世界和平 中共中央依然做出了 研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 六十年代初 随着国际形势的日益紧张 和三线建设的强力推进 一支神秘的队伍 悄然走进了 这片被层层部队保卫的山坳 核武器研制基地 落脚到了崇山峻岭之中 此同县境内的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部就职 是我国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三线建设重点绝密工程 现在这里已经对游人开放 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杜翔婉院士的到来 让前来参观的大学生们 兴奋不已 大大的宇宙为学生 小小的原子 这边来做做武器 这边 这以前 这就 这些住房都没有改样 大礼堂 办公楼 档案馆 原始旧居 将军楼 这些被历史的封烟侵蚀的红砖 默默地诉说着那个时代的芳华 清平节我和我老伴来了 给他专门献了一个花 后来我把这个照片传给了许如希 两旦城集中了一批 对祖国赤胆中心的科学巨匠 于敏 王干昌 邓家仙 陈能宽 周光照 他们用清贫和季末 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这个动力是个什么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让这个世界搞成功 让中国要掌握这个核武器的 全部的技术 而且要做到世界的前列 所以我就说它是一种精神 也是一种对国家 对民族的爱 对振兴中华的一种盼望 1964年10月 我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而纳齿杜翔婉还是一名学生 正在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学习 快要大便了 有一天中午在食堂里 在学校吃自助餐 给一个同班的苏联同学 两人拿着饭 面对面的坐在那边吃边聊 他就问我 杜 你在这儿学这个原子核武器 回到中国有啥事可干呢 就这口气 你中国的 你的意思就是那么落后 原子核能用得上吗 我就没有回答他问题 就在这次交谈两天后 杜翔婉从宿舍的广播里 听到了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 第二天真理报也等了那么一条话的消息 真好第二天早上我要答便别论文 那个走廊里我还没有进大便教室之前 就那位苏联同学 大导演看见我 兴冲冲地跑过来 对 祝贺你 好 知道你回去干干干干干干嘛了 就这么一种态度突然就变了 给我一个什么刺激呢 就是好像这个国家 自己的国家有一个大的进步 在海外反向是很强烈的 像当时无数热血青年一样 带着建设祖国的热情 1964年杜翔婉结束了苏联五年的学习生活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被分配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 你是工程物理系最出色的学生 他们希望你毕业以后 能去北京第九研究所工作 在电影《无问西东》中 陈鹏因为成绩优异 被派往北京第九研究所 承担起最光荣也是最危险的工作 这里提到的北京第九研究所 也就是如今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创建于1958年 是国家高度保密的单位 业内人士称之为酒院 中国的原子弹 轻弹就诞生于此 但这些信息时隔多年后 才被外界所知晓 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 我国领导人又提出 原子弹要有 轻弹也要快 杜翔弹回国的时候 正是中国轻弹研究的关键时期 年仅26岁的杜翔弹 成为了中国轻弹研制队伍中的一员 但是轻弹比起原子弹来 复杂在它要借助原子弹这个能量 要产生和巨变所需要的高温高压 但是如何压这个和巨变材料 这个构型的设计 各国都是密而不宣的 一切从零开始 因为杜翔弹刚从苏联学成回国 精通俄语 组织上派他负责查找苏联的报纸和杂志 看有没有清淡方面 公开的资料和经验可供借鉴 我到新华社就把这东西借来 坐那好几天 其实最后结果也是知道的 一无所获 还得自己弄 就是这个核心 这种真实核心技术 关键技术 还得靠自己去突破 和杜翔弹一起共事的 都是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 但是在杜翔弹的记忆中 这些人都平易近人 没有一点架子 都是老小乡乘 一样邓老邓 邓家先 后来开始我们主任 后来是院长 都叫老邓 周光照 老周 都是这样一种宠物 我一来叫小杜 后来变成老杜 现在是杜老 这样一个人嘛 就这么长大的 没有任何外援 唯一的办法 就是群策群力 集思广益 那么当时呢 大家都坐在一个屋子里头 不管你职位高低 年龄大小 谁有想法 上台说去 上台去话去 大家充分地学习民主 不管老小 二十几岁的小孩 到五十几岁的老专家 一提提了好几十种想法 那大家讨论吧 分析吧 有些显然不成立的 排除掉 选哪一个啊 上机才继续算 哪一个能算通 哪一个能算到 按照这些科学的方程组 确实能产生高温高压的 能走通 能让清淡成功 那就算数 都去算 最后也是从这里头 一边算一边想问题 充分的学术民主 结出了硕果 1965年下半年 清淡原理取得了重大突破 1966年10月 清淡原理试验的 理论设计方案出台 两个月后 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 清淡原理试验装置完成 一次显为人知的 清淡原理试验 即将开始 杜翔婉在这次试验中 将负责一项重要工作 你别看它那个蘑菇云 它那个火球 它里面是有个空间分布的 要知道它的分布 跟我们预先设计的 一样不一样 一样还是不一样 差别在什么地方 怎么知道呢 要测东西 要测它放射出来的一些射线 比如说 就是外部可以观测的 一些要素 来推断里面的 物理量的时间空间分布 这就好像一个大夫 看你的舌苔 摸你的脉搏 外部可观测的 他知道你的心脏 知道你的胃 一样道理是叫争断 我们叫核试验的争断 1967年6月17日 中国核武器研制中的 一个重要日子 清淡首次全当量爆炸试验 一架战机携带了一枚 清淡飞向了新疆的 罗布坡上空 5 4 3 2 1 起码 中国第一颗 清淡试验取得成功 从原子弹爆炸成功 到清淡空爆试验成功 美国用了7年多 前苏联用了6年多 英国用了4年多 法国用了8年多 而我国仅用了2年多的时间 中国自己的核试验 证断理论 这个是原创 这个是因为它只能原创 没办法 所以我后来 不是最近讨论这个关键技术 我就说好东西 常常是逼出来的 因为你买不来 你就只好自己弄也弄出来了 1938年 杜翔婉生于河南南阳 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我是个地道的河南人 我说生在那样 张在开封 杜翔婉的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 母亲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历史系 毕业之后双双回到家乡任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 为躲避战乱 杜翔婉一家随开封的学校 迁到了河南南阳 我们这个牌辈儿啊 祥子辈儿 但是第三个字呢 都带个谐语边 那我父亲呢 就取这个南阳 南阳玉 这个谐语边的一个碗字啊 就是在字典上就是南阳玉 就这么来的 所以我就得了这个名 所以有些河南人一看我的名字 就知道我是南阳人 抗日的硝烟四起 儿时的杜翔婉 随家人从河南辗转迁到了湖北陕西 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那时候全家的行李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一个挑脚腹 就是挑单子 这个一头呢 挑着全家的行李就那一头 另外一头坐着我那个弟弟 他出生了以后 我就不是最小 我就得自己跑路 我就说我这个脚地板啊 跑出一个适合跑山路的 这个脚地板就是这么来的 杜翔婉兄妹五人 他在家排行老三 兵荒马乱中 父母没有放松 对子女的文化教育 只要一有时间 就教他们读书认字 就是我母亲呢 在家里教过我们唱歌 那逃日本的时候 她这个唱歌唱的 至少音比较很准 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 吕梁 吕梁伸出你的铁拳 把敌人消灭在 足够的土地上 就这个歌词 我到现在还记得 烽火连天的岁月里 爱国的种子 深深埋在了杜翔婉 幼小的心灵里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杜翔婉进入开封小学读书 1948年 开封迎来了解放 来了一批南下的 这个年轻的 有战士 有一些随军的 这个文工团 这样啊 解放去的天是明朗的天 唱这个 团结就是力量 这些歌啊 都天天都是这样一个歌声 杜翔婉 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学习外语 那个年代的第一外语是俄语 我的俄语老师呢 郝守勤 这个郝老师 是从哈尔滨来的 他的俄语哪儿学的呢 他说是白俄 叫他 所谓白俄 就是俄国世界革命 被赶出来的那批俄罗斯人 从莫斯科来的一批人 后来我到了莫斯科才知道 他教我的俄语 是莫斯科因 这个我得感谢这个老师 从小 杜翔婉就对天文学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想对神秘的宇宙一探究竟 高中毕业时 他报考了南京大学天文学系 而与此同时 每年国家都在全国各地 选派流苏预备生 河南省有两个名额 杜翔婉因为成绩优异被选中 那一年1956年 全国一共选拔了600多名流苏预备生 一年之后中苏关系开始紧张 选派流苏预备生计划暂时搁浅 教育部要求这600名学生 根据高考成绩 重新填报志愿 杜翔婉又重新燃起了 对天文学的热情 最接近天文学的就是数学力学 我就报了北大的数学力学系 1959年8月 杜翔婉和其他29位中国学生 一起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火车 来到了当时苏联最重要的原子能研究教育的学府 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 工程物理 这个词就是苏联人 对原子能的一个代名词 杜翔婉在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 学习的专业是理论核物理 离莫斯科100公里 有一个地方叫杜布纳 社会主义国家的物理学家 集中在那里 做核物理的研究 时任杜布纳研究所副所长的王干昌 当时已经取得了 令物理学界瞩目的成就 离诺贝尔讲 只有一步之遥 可是王干昌后来 还是选择了放弃一切 回国 他有一个著名的 让全世界物理学界 都非常注目的一个成就 就是发现了 反Sigma-4超子 就是一种新的基本粒子 这个消息呢 正在苏联各个报的显著位置 我在那儿呢 就在那个时候 看到一个很简短的一个纪录片 就是王干昌在黑板上讲东西 站了几个苏联专家在他的面前 毕恭毕敬地向他请教问题 这个镜头为什么给我印象很深呢 就是后来王干昌回国以后 我也被分到同样的酒院工作了 跟他工作了几十年 多次听他讲到一句话 就是说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 我一听他讲这句话 我就想到这个镜头 就是说中国人只要干得好 外国人他照样地佩服你 就是要做真的学问 要做真正的好的学问 高质量的成果 那这样就会有国家的地位 建国之初 工业基础薄弱 人才短缺 中国要想在短时间内 研制出原子弹 其困难可想而知 此时 怀有报国热情的科学家们 纷纷放弃了国外优厚的条件 冲破重重阻力 一无反顾地踏上了归国之路 两代元勋邓家仙 二十六岁就取得了博士学位 就在取得学位的第九天 他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 回到刚刚成立的共和国 临行前他说 我是中国人 作为一个中国人 有责任回到自己的祖国 建设美好的河山 那么彭华武从英国回来的时候 就有人问到他 对于为什么要回中国去 他这个物理学家 这个逻辑思维就是非常的清楚 对我是中国人 我要不回去 你再问我为什么 这个答案就很明确了 选择回国工作 要面对的困难不计其数 国内没有大型计算机 大量的运算 只能靠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 一遍一遍地演算 核对数据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而且清淡研制试验的场地 都位于新疆 青海 等高海拔荒凉地区 它那馒头不熟 它因为这个 它气压低 太高了嘛 就三天左右之后 它这个温都上不去 馒头是发不起来的 一般来说我们在食堂打回来之后 就在宿舍里头 就那个行军的那个铁缸子 那一缸子水 我还记得 然后就那个蛮子 你慢慢地掰着 然后一点点 半天剩下去半个就不错了 他们深知这个旧社会 这个过去的中国的苦难 屈辱 一定要改变中国这个面貌 这个核武器就是强国 就是这样一个让中国人 不仅站起来 而且腰杆而硬起来 这种一个东西 所以他们对要突破原则弹清淡 这个使命感是很强的 这里是杜翔婉 位于北京北四环的家 闲暇之余 他和妻子毛建勤 会唱起俄罗斯歌曲 缅怀过去的青葱岁月 这几十年这个历史背景 它很宏大 但是也很曲折 这两人走几十年过来 同甘容易 共苦并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可贵 就可贵地能够共苦 毛建勤同样毕业于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专业 杜翔婉在苏联留学期间 两人不断地书信往来 1964年杜翔婉学成回国 1967年与毛建勤结婚 组成了家庭 他从苏联回来的时候 他就抱着要强国 要用他自己的这个专业来 使这个国家强大的 这样一种决心的 1968年 毛建勤向组织提出 也要加入九所 和丈夫一起 为祖国的原子和事业 贡献一份力量 1969年初 一个小生命的匠生 给全家人带来了莫大的欣喜 杜翔婉给儿子起名 毛大庆 毛大庆的外公是一名建筑师 受外公的影响 毛大庆自幼喜欢绘画 长大后也成为了一名建筑师 因出任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 而被公众熟知 后来辞职 创办了共享办公企业 优客工厂 目前正行走在创业的路上 如果今天我再选择一次 可能我还真愿意去选择 从事我父母他们那个职业 但是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这个世事变化很快 这一圈也就是四十来年 其实又转到了科技 改变国家的命运 对吧 所以我对从事科技的人 从事那些探索人类位置的人 充满了敬慕 充满了向往和羡慕 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是 真的是能够预测 跟影响未来的人 杜祥婉和妻子从事的 都是核武器的理论研究 为了验证理论模型是否正确 必须去氢弹爆炸试验现场 实地检测 首先是坐飞机四个多小时 到了新疆 然后从新疆 我记得 就是坐了十二个小时的 那种搓板路 就是颠 就是颠 就是一早出发 到了快到晚上才到 到哪呢 到了马兰 就是那个汽车 颠得你骨头都要碎了 那样的一个颠法 一路上 就是没有人 就是沙漠 然后中午吃饭在哪吃呢 就在这个 有一个兵站 这个兵站 只有一位战士 给我们做开水 给我们吃馒头 和咸菜 这就是我们这路上的饭 到罗布泊基地的时候 已是晚上 二十多个人 集体住在甘打垒的房子里 条件虽然艰苦 但是大家干尽十足 我就印象很深的 就水 特别的缺 当时天气很冷 然后就到在一个水箱里 然后从水箱里面 压水出来 一个人一天 也就是一盆水 你刷牙 洗脸 洗衣服 洗脚 都在里头了 毛大庆一直不知道 父母从事的具体工作 直到上了高中 才突然发现 自己的邻居们 都是大科学家 中国两弹一星的功臣 包括于敏 但是 所以他得国家最高 科技成绩掌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骄傲 从小这个老头 就经常就拿我 跟我玩 就完全看不出来 这些人那些伟大呀 伟岸啊 都是些特普通的人 所以我经常 经常现在跟年轻人说 我说我不太相信 中国没有科技创新的能力 中国没有这个 这个超越世界的能力 我不相信 因为我说这些人 那个时候什么条件 是吧 我印象那时候 我父母他们从四川去呀回呀 都是拿自己拿木板 手钉的那些巷子 装衣服装东西 那个时代 这一批隐姓埋名 这个非常普通的人 但是他们创造了 一个国家的脊梁 毛大庆听父亲给他讲过 两弹元勋 郭永怀院士的故事 这个郭永怀从新疆赶回北京 回报工作 在飞机西郊机场零要降落前 坠毁 坠毁以后呢 这个后来就马上 这个军方就派人去清理这个现场 后来扯上人震惊的呢 就是这个发现这个 郭永怀院士的这个遗骸 和他的警卫员 两个人呢 紧紧地抱在一起 后来这个 因为两个人都已经 烧了嘛 烧坏了 所以把这两个人分开 都非常困难 分不开呀 后来把这分开 分开发现了 这两个人的前胸这个部分 都完全 搅着我的 全部都是 像是这个 这一刻 在表面 好 到这边 咱们 站住 一边 都 那我们 在生活上尽量简简单单 享受在一起的甜蛋时光 什么时候都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生活 心里很有数 该要的要不该要的 根本想都不许想 所以心里一直很平静 他们让我很佩服的是 他们一辈子能保持这个状态 平和 不为这些物欲所干扰 这个是个 我觉得比他们搞科学研究还难的事 一次 一个盛大的阅兵仪式 在天安门地区举行 这一天亿万观众守在电视机前感受这一庄严的时刻 就在这时阅兵现场出现了一个突发情况 突然发现天上有一个不明的飞行 能够这个时候航空飞行梯队就要过来了 天空中突然出现的这个不明物体 正好位于空中飞行表演梯队的航线上 情况紧急 安防人员马上向上级做了汇报 它一层层爆 爆上去以后 这个后来下达这个 我们打了几秒钟 把这打下来了 打了以后 然后空中踢队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在阅兵这个过程中 对阅兵的安保做出重要贡献 原来这套叫做低空卫视的安保设备 就是863计划中 我国重点研制的激光技术的创新应用 而当年激光专家组的首席科学家 正是杜翔婉 阅兵起了实际作用 这件事也是非常小可 因为你别说从美国到中国 做了多少激光的研究 有多少事业 排上实际用场的就这一次 不管大爷爷爸小爷爸 它是关键时刻 是一个特殊场合 排上用场了 由此可见一般 激光是最有它优势的 它比如说它刹伤 这个可以快速 因为光速传输是很快 另外它没有附带刹伤 不像以前我们 比如说用炮弹或者导弹这种打 那会造成大量的地面的附带杀伤 那么指向性也非常好 1997年杜翔婉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他的院士评审材料里边 有一半是核武器研究 另外一半是863激光 从一个核物理专家到激光技术专家组的首席科学家 这两个专业的跨度是非常大的 那杜翔婉是怎么实现这个跨越的呢 1975年 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所 工作了11个年头的杜翔婉 因为成绩突出 领导准备任命他为副所长 如果当了所领导 就意味着用于科学研究的时间要大为减少 这可急坏了37岁的杜翔婉 后来我就找了一些同事 去跟光照说 老杜真的不想当这个苏所长 他想做点实际的事 时任所长的周光照 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 直到1984年 杜翔婉才被任命为副所长 他得以在基层继续从事原有的研究工作 1987年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准备任命杜翔婉为副院长 甚至连任命书都已经起草好了 杜翔婉又一次找到了领导 我就找了我们的部长 蒋新雄二级部的部长 我一直跑到办公室 我说而且现在863开始了 我专家组这个工作也很重 你别让我到院里去当副院长了 蒋部长说 你的任命书已经在我的抽屉里了 只是还没有发出去 我说那你就别发了 杜翔婉再一次放弃了职务提升的机会 几年之后 他成了国家863计划 激光专家组 首席科学家 在基层工作的时间 又得以延长了七年 一直到1993年 他才被任命为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副院长 就是因为这两度请辞 杜翔婉带领着团队先后主持了 核试验诊断理论和核武器中子学的精确化研究 为改进核武器的设计和核试验的成功 做出了贡献 推动我国新型高能激光技术 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2002年 杜翔婉当选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2006年 当选为俄罗斯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巴士高龄的杜翔婉 如今仍旧工作在一线 除了参加各种学术报告会 宣讲两担精神 为激光技术和核试业做顾问外 他还兼任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 副主任和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 名誉主任 他领导这个专家主 这个专家主可是不简单的 我可以说这专家主基本都是院士们 那么来去 都是大牌院士 那么他能够从这些 也实际上都是专家们 这些科学家们身上能够 很快地就把他们的东西学到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他有一个综合大家意见 然后并且归纳出来之后 又能够贯折下去 这样一个执行力 这个是需要不是说简单 你有这个科学思想 有这种技术能力就行 它实际上有一种艺术 实际上有一个操作的方法的 这个是很不简单 杜院长他是战略科学家 我认为他是战略科学家 你看他从核武器研究 到激光领域 到现在的能源领域 包括气候变化 都能够把握每一个领域 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向 杜翔婉说 将个人成长 融入国家命运 方有大成 从应用物理学家 到新型强激光技术的 开创者之一 再到能源战略专家 杜翔婉生活轨迹的 每一次改变 几乎都和国家高科技发展的需求 密切相关 都是出于国家需要 后来又到工程院 去做这个能源 也是被选上这个 被安排 有这个责任了 就不得不去做这件事 在中国工程院 担任副院长期间 杜翔婉和专家们 共同研究提出 中国应该走一条 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之路 打造科学 绿色 低碳 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战略 中国模式 作为其中的子战略之一 就是积极发展核电 2011年3月11日 日本东北太平洋地区 发生李氏9.0级地震 并引发海啸 该地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 福岛第二核电站 受到严重影响 受地震影响 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放射性物质 泄露到了外部 福岛核事故以后 国际组织和各主要核电国家 高度关注 纷纷采取行动 着手制定应对 类似事故的对策 后来我说福岛核电站 如果不是在沿海 而是在内陆 就不会有福岛核事故了 挺怪怪的 你想还真是这样 它是一个事物序列 9级地震 然后14米海啸 然后赶过来了 一地震 这个福岛核电站就停堆了 这是很正常的操作 地震一定要停止 但是停止了堆 它那个核反应 还有一种滞后的一些反应 这个时候一定要让它降温 要供水面需要电 电把水引过来冷却 但是这个地震完了以后 又引起了14米的海啸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了 备用电站发电 等到海啸一来 把这个备用电站给走了 它就没有办法了 杜翔晚带领各领域的专家们 认真深入地研究 总结经验教训 专家组通过研究 认为中国沿海的海滩地貌 不会产生14米的海啸 但是即便如此 把我们几个沿海电站的防波低 都提高了 我们的核的安全标准最高 核事故概率最低 同时加上一条 在百万分之一的这个事故工况下 后果可控 后果如何可控呢 能够包在我的安全窍里头 不对社会造成影响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杜翔晚认为 在核电设施建设之初 就应该让当地老百姓 也参与到建设中来 共同讨论如何规避风险 以及未来的收益 要让公众成为核电的受益者 而不是风险的承担者 一开头 你就建立一个组织 大家来讨论要不要建 这个电有什么风险 我们准备怎么规避这个风险 带来什么利益 这个地方要不要搞 最后让大家都心服口服地说 这个是为人民莫利益 不是让你承担风险 现代气候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温室气体 这样杜翔婉又被安排参与应对气候变化 时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 杜翔婉多次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大会 参与制定中国低碳发展战略 我去了几次国际气候会 我就给记者同志们经常强调这一点 你别看这个气候会上会吵架 但是吵而不崩 斗而不破 这八个字我说你们一定要注意 为什么吵架了又不崩呢 吵完架还得握手呢 因为人类毕竟生活在一个星球上 他们有着现实的和潜在的共同利益 这条被大家拴住了 没人敢退出 说我不谈了 因为这是个道义的 有责任的 在中国工程院担任副院长期间 杜翔婉还兼任工程院 科学道德委员会主任 只要一有机会 杜翔婉就会向婉辈们宣讲科学精神 呼吁大家要做真学问 做高质量的学问 杜绝学术造假和学术不端的行为 包括院士的学生 助手 发表论文 有一些不端的行为 比如说论文的剽窃 潮汐 这种问题就会有一些投诉 送到工程院来 就是增选当中也有一些不端的行为 去跑关系 甚至于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 去拉选票等等 包括一些部门 一些单位 也包括个人 所以这样一些问题 就敲了一个警钟 就是科学道德要从学生 老师 甚至院士都要高度重视 这是一个全社会的 一个道德风扇问题 该批评的批评 该采取生措施 包括取消院士资格的 现在也有几个这样的情况了 因为爱好文学 喜欢写作 这让杜翔婉有了院士诗人的称号 有一天 他和年轻的同事们 一起经历了一次成功的实验 兴奋之余 他写下了这样一首小诗 人生脚步坚持走 众有其心同奋斗 艰难磨砺 开心路 并非显白少年头 少年头后生可赞 在之锦绣 人生脚步坚持走 直到先后 直到来